每一个老师都有他的不同的风格 一位何一生老师他是教物理 他每次在物理教文之后 因为他常常出国 出国了之后就把出国外面的一些有趣的那些故事事情 那么在最后的五分到十分钟就讲给我们听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欣赏一下 虽然没有出国也知道一些国外的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虽然是不高中 但是很外大 在班上都是很调皮的 讲话不断 有时候那个老师用粉笔 我们讲话那些学生就用粉笔 你的贫富也是有钱没有钱 你只要他来报名 这个运动员多数会录取 我们一般的这些人格的培养要比较完美 第一要有一个强壮健康的身体 那么当然我们要培养广泛的这个爱好 不一定是你的书本 你书本以外的东西你都要去看一看 这个五月里面呢 这个还有就是我们本身也要多多的 包括谦虚 那么还有我们在这边很重要的 我们就看到一个我们的校园 这个饮水誓言 一定不忘这个我们的母校 因为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要爱我们 爱我们的母校 这个一定要的 我们在这边